拉臉拉開冰淇淋冷凍食品拿出來 別擔心大熱天來不及吃全部變糖汁 內裡除了有保冷袋基本配備 錫薄珍珠棉冷煤放進去 再加上3公分後隔熱墊 空間保持5到8度 天氣熱民眾不再只是露營帶著走 很多人還把它拿來當購物袋 大約兩天一夜沒有問題 因為像台灣越來越熱夏天的話 如果說不是很常在露營的 或是偶爾才會外出一日有的 他們就會先以保冷袋下手的為第一優先 大概一倍左右吧 很多民眾在購買食物的時候 會拿到店家附贈的這種保冷袋 那這跟一般在露營店專賣的保冷袋 有什麼差別讓我們實際測試看看 過五分鐘可以看到我們同一時間 把相同的冰淇淋放進保冷袋 這個一般的保冷袋前半部幾乎都已經快融化了 而另外一個是比較專業的保冷袋 幾乎完好如初 另一家戶外用品店引進保溫箱 主打超低溫冷藏空間 上下各夾一層洞煤保鮮食材放中間 空間溫度低到-16度 11小時完整保鮮 不用擔心手上大包小包後背包上肩就走 硬殼設計也防撞 夏天有多大概三層左右吧 有人去市場買一些海鮮什麼的 有些人可能有一些攝影器材 也可以放進去 其實都是看個人怎麼使用啊 還有這一種大容量55公升保溫袋 也主打超厚保溫層 夏天出遊玩不只人要消暑 食物也要好好量一下 TVBS新聞 我們下雨嶼姐才會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